头条就带你关心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呛美金句大爆发 包括什么呢 不能用个别的国家主义 单边主义 给整个世界带节奏 另外他也讲说 这个世界要公道 不要霸道 获得好评 看得出来大陆 现在真的是底气很足 展现出平视世界的大国气势 我们来看到 这其实是在博鳌亚洲的论坛 今天的年度开幕式当中 今天上午 在海南的博鳌举行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透过视讯的方式表达了 主旨演讲 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字字句句都在批评美国 习近平首先先表示说 国际上的事情 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 世界的命运的共同体 应该是各国共同掌握的 不能有一个国家 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 就强加于人 也不能怎么样 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 给整个世界带节奏 甚至他说世界要公道 不要霸道 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样子 要展现出更多的责任担当 他接着又说 要把平等对待 互相尊重 互相信任 放在前面 动辄对其他的国家 以止气使 干涉内政 会不得人心 这些发言 很明显都是针对美国 以及欧洲的盟友 他们联手怎么样 因为新疆人权问题 而制裁大陆 而说的吗 我们看到习近平 他还补充说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永远都不会称霸 也不会扩张 也不会谋求势力的范围 而且不搞军备的竞赛 中国会倡议 共建 一带一路 因此可以看到 习近平在演讲当中 也特别提到 一带一路 是大家携手 向前进的阳光大道 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 所以 如果你敢选拒的国家 都可以加入这一带一路 而且习近平也表示说 中方将会建设 更紧密的 卫生合作伙伴的关系 那这样子 中国大陆企业 已经在印尼 巴西 阿联酋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跟土耳其 共建了一带一路的伙伴国 要开展的是 疫苗的联合生产 习近平又说 将会建设更紧密的 互联互通 以及绿色开展 还有开放包容的 伙伴关系 2021年是中国的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将会始终 高举和平 以及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旗帜 在和平共处的 五项原则跟基础上 拓展跟各国的 好友们积极合作 还要推动建构 新型的国际关系 他表示说 中国大陆 会继续跟世界 卫生组织 还有各国 开展抗疫的合作 坚守疫苗 作为全球的公共财的承诺 这也是酸美国吗 他说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样程度 不会称霸 不扩张 不谋求势力的范围 不搞军备竞赛 中国将会积极参与贸易 跟投资领域的多边合作 全面要实施 外商投资法 还有相关配套法 继续缩减外资 卷入的负面清单 要推进南海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听到这些 您觉得美国跟大陆 哪一个呢 才是大国应该有的格局呢 你觉得是大陆的加一 你觉得是美国的加二 你觉得呢 美国跟这个大陆 谁才是有大国的格局呢 觉得是大陆的加一 觉得是美国的加二 国际上的事 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 世界前途命运 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 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 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 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 给整个世界带节奏 世界要公道 不要霸道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 经历了疫情洗礼 各国人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反对任何形势的心冷战 和意识形态对抗 国与国相处 要把平等相待 互尊互信 挺在前面 动辄对他国意识 干涉内政 不得人心 要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 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建 促进 人类文明发展 在此 我宣布 中方将在疫情 得到控制后 即举办 第二届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为促进 亚洲和世界文明对话 发挥积极作用 好 没错 习近平说 中国永远不称霸 不扩张 不谋求势力范围 但是美国总是散播 中国威胁论 还不断在南海的议题上 见缝插针 甚至吉利拉拢菲律宾 来抗中国大陆 但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地 首度灯针对了大陆的渔船 停泊在南海的牛二郊的问题 发表了说法 他说南海的挑战非常之大 而且你如果要挑战大陆的话 你只会是流血收场的 因此只有北京 开始在南海钻油的时候 钻油田的时候 他才会派军舰过去 杜特地发表电视的谈话 是针对三月以来 美国主导 美国主导就指控 中国大陆在牛二郊 有数百条的船只 聚集在大陆跟菲律宾 在南海争议的牛二郊的事情 是美国主导的这个事情 他首度发表了谈话 他说如果我们跑去主张管辖权的话 就会怎么样 流血来收场 所以杜特地说 现在不是跟大陆对抗的时候 如果我现在派了五艘海巡船过去的话 跟他们玩什么 你追我赶的活动 那怎么样呢 就是看谁跑得快 这有意义吗 不过如果北京开始在南海钻油的话 就另当别论了 他就会派军舰过去 如果他们把脑筋动到了石油上 那就是菲律宾开始要有行动的时候了 路透社他其实有分析 其实说菲律宾人士 有一些人是批评杜特地 都没有去要求大陆遵守南海仲裁的结果 显得态度比较软弱 跟中国大陆走得蛮近的 但是杜特地为了要跟飞国的民众保障 他会坚守飞国 在南海拥有的油矿 天然资源的主权 所以他不随着美国抗中起舞吗 杜特地来特别说他这个最新的一个说法 接着我们来看到杜特地 他有强调说 我目前对于捕鱼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他也不认为说在这个地方 牛二礁附近的鱼货量 有大到值得去争吵 去跟中国大陆争吵 但是谈到矿产的时候 南海的地区的真正的核心的部分 也就是石油的问题的时候 他才会派遣军舰到当地去申索主权 如果中国大陆开始在那里钻油的话 他将会告诉中国说 这是我们协议的一部分吗 我也将会在那里钻油 但他也重申 他想要跟北京要保持盟友的关系 杜特地说 菲律宾无法在不流血的情形之下 落实2016年的南海仲裁 当时的仲裁是认为 菲律宾在其经济的领域区拥有主权 但是北京认为这个仲裁是没有效力的 也拒绝承认 菲律宾基金都还在就大陆南海的动作 速度提出了相关的外交的一个做法跟抗议 其中一次就是指控 中国在所谓的领海有超过240艘的船只 出现了非法捕鱼 甚至还有牛二郊的事情 接着我们来看到说到南海的争议 欧美国家频频都来到南海 似乎也让这边的局势升温了不少 我们来看到法国的海军直升军的军舰 是托纳尔号 以及苏尔库夫号的巡防舰 组成了圣女贞德的战斗群 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他们澳洲的皇家海军补给舰 天狼信号在南海这个地方会湿了 这个也可以看到在南海的时候 他们一起来会湿 甚至法国的船舰还接受了澳洲的天狼信号的补给 这个是在南海这个地方 看起来局势越来越升温了 另外一边我们看到美国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打击群 他在16号的时候停靠了关岛来进行相关的补给之后 现在也要返回南海这个地方执行任务的途中 所以印太地区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船舰 都在这边自由航行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号召这些他的盟邦们 来到南海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要围堵中国大陆的态势 非常的明显 尤其我们来看到日本陆上的自卫队 他也宣布了宣布什么呢 5月11号到17号的军演 也要成为法国的军队 首度在日本境内举行的军演 那法广之声他有分析 显示印太跟台湾议题 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非常重要的议题了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19号晚间发表全国电视演说 警告南海牛二郊 也就是菲律宾说的西菲律宾海域争议 如果走到了中非开战 菲律宾没有审算 杜特蒂的演说是向全国人民告知 如果要落实南海政裁 强硬主张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 菲律宾将无法不流血达成目的 一来是大陆已经多次的放话 包括了大陆外交部赵立坚强调 不承认2016南海仲裁 二来是一旦中非开打 即使有了一张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但美国也不会出兵协助菲律宾 杜特蒂说他现在对钓鱼没有兴趣 民事他不希望纠结于权争议 更直言他将会私下与北京政府解决纷争 希望中非两国维持朋友关系 但碍于国内压力 尤其是军方联合要求杜特蒂表态 逼得杜特蒂发表全国演说 甚至用了动物流血等字眼 但其实杜特蒂根本无意动物 除非大陆开采石油 愉悦了菲律宾汉外核心价值底线 南海海底丰富油矿 包括了渔船在内的大陆数百条船只 三月份聚集南海牛二胶 画面经过菲律宾披露后 成为非国军方以及反对派人士 向杜特蒂斂施压的最佳佐证 甚至以海上民兵使用当时在牛二胶的集结船只 而杜特蒂这一番吃了诚实豆沙包的全国演说 能不能安抚在野党与民众 后果牵动明年非国总统大选 记者纵红报道 好没错 尽管美国在牛二胶两海的主权问题上 不断的见缝插针 但是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 面对于大陆之间的南海争议 他其实一直都是主张 希望用谈判的外交手段来解决 我们来听听看前驻纽西兰大使 借文吉怎么分析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务实的态度 领土的争端 如果不用务实态度来处理的话 那用战争的方式 难道就是好的方式吗 第一个可能是无法解决 第二个可能把问题弄得更复杂 那处理国际事务 现在到了21世界 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各推一步 然后能够共同解决 用非流血的方式解决的方式 那其实南海的领土争议 其实已经老早 这些所有的所谓的深锁国 就有一个机制 要希望通过一个南海共同行为选择 那现在已经要建立到 快要通过南海共同行为宣言了 所以说过去这段时间 这个多边的机制 所谓的有深锁国 大家有在这个区域里面 有领土主张的国家 事实上已经有一个机制 不断地在寻求一个共同的解决之道 而且建路这个曙光 正在往前走 那当然如果说是怀着好意的话 都希望大家和平解决 可是有一个国家是不愿意见到 大家和平解决的 就是美国 所以美国不断在南海 不断地挑起 它进去来挑战 把中国大陆作为一个主要的 一个好像一个声讨的对象 其实它的动机是要把这些 有领土主张的国家 能够对立 能够加剧 甚至我们发生战争的话 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杜特蒂斯应该是 把美国的阴谋看得最清楚的 那它回到应该就是说 今天南海的问题 是对这块海域有主权主张的 这些国家才有发言权 那不是这个区域的国家进来 那纯角局 纯是希望把这些小事变大事 大事变成战事 那它最高兴了 所以我觉得杜特蒂 还算是一个头脑蛮清楚的人 看广告就是支持中天 请大家多多支持 广告要看完哦 全球大事叶 请来紫屏收看 还有订阅全球大事叶频道 美国不是常指控 大陆迫害人权吗 但是美国却被联合国 狠打脸了 它说呢 美国以打击恐怖分子为由 来伤害人权 我们来看到呢 联合国的人权专家 他呢 有表示说 美国正在进行 所谓的正义的奖赏计划 正在侵犯他所针对的 一些目标人物的人权吗 这个啊 其实所谓是 美国的国务院 所经营的反恐项目 提供的一个资金 就我刚才讲的这个计划 他呢 要获取一些外国人员的线索 尽管呢 这些人员没有 没有哦 没有被指控犯下任何的罪行 但是美国政府 就已经呢 将他们列为 跟恐怖主义有关的人 那这个项目呢 还声称呢 跟恐怖分子 有联系的外国人 提供什么 提供一些奖励的方式 来鼓励他们呢 跟美国当局 来进行合作 但是呢 就涉嫌了 侵犯人权的问题了 我们来看到了 美国的做法 引发了 危害人权的争议 联合国呢 单方面的强制性措施 不良影响问题 特别报告员 就是他 他叫多汉 他呢 在代表联合国 任意拘留问题的工作组 发表了这一份 很重要的声明当中 他表示呢 许多被美国 正义的奖赏 就刚刚讲了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计划 正义的奖赏 所谓的正义 真的是正义吗 他叫做 正义的奖赏计划 这些被锁定的人 都被剥夺了 获得正当的 法律程序的权利 因为呢 美国对于涉嫌参与 或者是在美国 视为是跟恐怖活动 有关的外国人呢 当中有包括谁 包括了伊朗 或者是古巴 还有其他国家的人 他一方面会提供资金给他们 一方面呢 又与代威胁的说 如果你们不配合 美国的要求的话 你就会受到制裁呀 严和国的人权专家 就是他 多汉就说 这些制裁呢 都是侵犯了一些 人应该有的权利 包括呢 工作权啊 包括了行动自由权啊 民意权啊 或者是生命权 你通通都伤害了 这些人士 也不可能去诉诸 司法来保护他们的权利 因此呢 多汉就说 美国监控这些人呢 他其实他也有权利的 包括了大家都知道 无罪的推定 还有公平审判嘛 而且呢 根据了国际法 美国呢 有义务要尊重 这些权利的 因此呢 美国提供这些金钱 以换取呢 来抓这些信息的做法 鼓励了其他人 参与剥夺这些人的权利 他指出呢 这种奖励啊 让人想起了 针对逃犯的通气海报 对不对 都会说呢 指控某些人犯罪 或者是受到这个通气的发布 那多汉有指出 按照了国际劳工组织的 协定定义 什么叫做 强迫个人 在违背 他的意愿的状况下 执行任务呢 这个做法就是 你强迫他劳动嘛 因为你违背他的意愿 来强迫他劳动 所以呢 多汉认为说 美国似乎呢 有一些强迫劳动的行为 他是怎么样 用审查 好像正义的奖赏 刚才说的 正义的奖赏 真的是正义吗 他说透过正义的奖赏的方案 要确保呢 他的活动 是符合国际法的 但是他指出呢 打击恐怖主义 显然是有必要的 但是 但是呢 你必须还是要根据 联合国全球的反恐战略 适当要尊重人权嘛 还有国际的人道主义嘛 以及呢 难民法 多汉呢 已经跟美国政府提出了 他的这一些 很多很多的问题 还有呢 他对于说 这个违反人权的问题 但是到现在呢 都还没有收到 美国的答复 你认为美国 是否应该说明 为何要强迫个人 在违背个人的意愿之下呢 来执行任务 认为美国该说明的加一 认为不用的 他是正义的加二 你认为美国呢 是否该说明 为何强迫个人 在违背意愿的状况下 执行任务 认为应该的说明的加一 认为不用的加二 我们来子评聊聊 的确呢 针对联合国的人权专家 就美国侵犯人权 来发表声明 大陆的外交部 犯人汪文斌 他就说了 美国呢 你动辄就怎么样 用涉嫌啊 你这个人涉嫌啊 参与了恐怖活动为理由 通过了威胁 制裁等这些强迫的手段 来逼迫 其他国的人员 违背自己的意愿 跟美国来合作 就是属于国际劳动组织 当中定义的强迫劳动 不是吗 就是强迫劳动 这些行径啊 侵犯有关人员的工作权 自由权 民意权 跟生命权 刚刚有分析了 严重的违背人道主义 精神跟国际法 事实证明 强迫劳动这顶帽子呢 是要扣给美国你自己的 中方啊 奉劝美方呢 应该认真地倾听 国际社会的关切 要认真地检视 自己存在的严重人权的问题 而且要采取呢 实质的做法 要来加以改进 的确呢 我们看到说 联合国人权的专家说呢 美国一向所谓的 正义的奖赏计划 侵犯了人权 前驻纽西兰大使借文集 有精辟的说法 一起来了解 我觉得美国的人权侵犯他国 甚至他本国人民的人权的案件 非常的多 而且被联合国的一些人权机构 成立的特别的一些调查小组 在报告中指出 侵犯人权的这样子的案例 那太多了 可以说班班可考 如果有兴趣去看 翻联合国记录都可以 那联合国这个人权会 每年在四月 在日内网开会的时候 那么检讨美国的人权记录的话 也是问题很多 所以美国 因为它掌握了世界媒体 这个传播的渠道 所以美国人都不谈 甚至美国老百姓也不知道 所以美国真的是一个霸权 它不但它掌握了其他国家 它自己做的事情 如果是坏事的话 它也不让人家知道 那因为它的媒体就不报道 那最近他们川普的拜登的时候 曾经直接去制裁 那个联合国设立的 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 用直接去制裁那些检察官的方式 以嚇阻联合国相关的国际公约 跟国际组织 对美国侵犯人权的事件的 一个公开调查 因为它要调查美军在阿富汗 违反人道法 这些各种的犯行 那所以美国对于 别的国家的人权 可以支支点点 联合国 这是一个真正有国际授权的组织 对美国的行使调查 它都要去阻挠 那对于人家做出来报告的话 它更是气质不顾 它从来不提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 就是说 美国是一个双重标准 而且不知反省的国家 尤其在人权事务上 好的确美国不只有人权的问题 现在还跟美日联手对抗大陆 我们来看到大陆的外交部当然是全力反击 尤其来看到美日联合的声明当中提到了台湾 香港新疆等涉滑的内容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他就痛批了 他说美日你不代表所有的国际社会 而且在人权问题上 美日两国是对中国人民跟世界人民欠仗的 怎么说呢 美日应该要停止在抗议的问题之上 政治的操弄 汪文斌还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 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体系 而且这一套规则 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 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原则 所以美日你不代表国际社会 你没有资格定义国际的秩序 更没有资格将自身的标准 强加于别人 美日你嘴巴都说 自由开放 实则是拉帮结派搞小圈子 煽动了集团对抗 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对于国际规则的秩序是自意的迫害了 汪文斌他也说 在人权的问题之上 美日两国可以说是对中国人民 跟世界人民是欠仗的 他怎么样这么说呢 他说是日本上世纪三零年代的时候 发动了侵略战争 给亚洲国家 特别是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但是日本作为战败国 国内到现在 还是不时出现了历史抹黑 或者是说美化这段历史侵略的言行 美国呢 你自己则是怎么样呢 长期都是穷兵独武的政策嘛 仅21世纪以来 发动的战争 就至少超过了80万人死亡 其中平民就达到了超过30万人 所以每日你是不是应该要切实的反省 还有纠正自己侵略的历史 还有侵犯他国人权的错误行为呢 而不是打着人权的幌子 行干涉中国大陆内政之时 借人权的问题抹黑他国的形象 迫害他国稳定 而且呢 遏制了他国的发展 中国人民呢 不答应 世界人民也不会答应 所以当务之急啊 日本应该正视周边国家 还有呢 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 本着呢 对世界各国的人民 生命健康负责的态度 要立即停止呢 向海洋排放 核污染水啊 甚至呢 大陆还说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汪文斌就指出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要击垮疫情 最需要的就是秉持科学的精神 还有各国通力的合作 美国其实把疫情抗疫变成政治化 而且呢 对其他国家都是怎么样 污名化啦 大搞甩锅啦 退群啦 不仅使得美国人民 付出沉痛的代价 其实也对国际的抗疫合作 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不是吗 还有我们看到 就是说呢 这个最新的说法 就是汪文斌 其实痛批了这个美国 我们一起来了解 每日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没有资格定义国际秩序 更没有资格 将自身的标准强加于人 每日嘴上鼓吹自由开放 实际上拉帮解派 搞小圈子 煽动集团对抗 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 真正威胁 对国际规则秩序的肆意破坏 说到了美国人权 美国到底怎么了 美国仇视亚裔 怎么这么的严重呢 就连亚裔的记者卡罗琳 在采访 采访都受害 就是她 她是美国的有线电视 CNN的记者 她是一名的亚裔美国记者 但是她在报道 就是这个地方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 抗议活动的时候 遭到警方很粗暴的对待跟逮捕 她不仅被周警摔倒在地上 她是一个女子 竟然被警察摔倒在地上 随后还被送往了监狱 根据美国CNN 还有纽约日报的相关新闻 纽约美日新闻的这些报道 她说呢 代表美国还有20多家媒体的机构 还有呢 职业记者的协会的律师 叫沃克 她最近呢 有发了一封信 给明尼苏达州 还有呢 她的州长 地方官员 提到了这些组织 对于明州 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 让各界都深感不安 她在信中有讲了 这个CNN的记者 她其实呢 她还是制作人 她是亚裔的美国人 叫卡罗琳 她的经历 她信中就提到说 在当地时间13号 也就是明州的报道 抗议活动的这一天 卡罗琳呢 因为呢 疏散令 结果试图要离开 这个当地的时候 因为她是记者 她在采访嘛 她离开现场的时候 结果州警察就抓住了她 当时呢 她没有拒捕 但她为什么被抓住了 她其实也跟警方说 我是CNN的记者 她表明身份 说我是CNN的记者 但是呢 没想到警察 还是抓了她的背包 就把她摔在地上 这一名警察呢 甚至还对她怒吼说 你会说英文吗 这样子来对她 很不礼貌 据悉呢 这个卡罗琳随后呢 就被送到了一辆 运送犯人的大巴士 被带到了县监狱当中 她在监狱里面经历了什么 搜身啦 采集了指纹啦 甚至被要求脱衣服 还换上了 橙色的球衣 结果直到两个多小时之后 才被释放 所以会觉得 真的美国到底怎么了 亚裔就应该要被你歧视吗 就发生在这个月中 一名美国女警 把电击枪误拿成真枪 导致20岁非裔男子 莱特重担身亡 由于事件发生地点和佛洛伊德案件 发生在同一座城市 而且距离不远 因此又一次引发民众 群情激愤 上街头示威 CNA一名女性 亚裔制作人凯洛林颂 为此到场采访 没想到却被警方捉住 尽管她表明记者身份 也拿出了记者证 但人被警察重摔在地 最后还将她上铐 送上球车 上球车后 凯洛林被载往当地一所监狱 拘留了超过两个小时 直到律师抵达 才获准释放 不过逮捕过程中 更引发争议的 还有警方甚至 问在CNN工作多年的凯洛林 你会不会说英文 也让她的CNN同事 气炸了 质疑警方种族歧视 我们的警察 向來自認自由民主 人權至上的美國 近來似乎狀況不少 除了種族歧視問題不斷 邊境移民政策也是狀況連連 對於美墨邊境移民政策 川普過去是採取強硬態度 逐其美墨高強 驅逐移民 拜登上任之後則是承諾用人道主義 來應對邊境移民問題 不過這樣的開放態度 卻導致企圖跨越美墨邊境的移民大增 而且絕大部分都是未成年孩童 單獨闖關 還有人蛇集團成員 竟然將一名三歲和一名五歲女孩 從高牆邊往下丟 還好被監視器抓到 因此邊境管理員前去解救 各種離譜又危險的闖關行徑 讓外界對拜登邊境政策打上問號 再加上搞不定的種族問題 種種人權議題成了拜登執政以來最大危機 簡潘若移 最後報導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